嗨各位,這是我又,柔文煌 說真的,我如果連我的閒聊都算進去的話 其實啊... 我早就已經過300了對不對 其實我閒聊加進去我早就過300了 各位早 對啊,然後有些時候因為我有發現 連我自己都有發現到 如果我腦子積太多東西的話 其實不只是現在才這樣子 我以前在寫部落格也常這樣子 有時候腦子因為累積的東西太多 然後會... 那個時候會一次寫很多文章嘛 然後你知道打字是需要花時間的 然後現在發現新的出口就是做直播嘛 一直講、一直講、一直講 只是有時候覺得說啊... 真的辛苦了一點,因為中英文做 有時候中英文做,然後... 英文會一昧的講、講、講、講完 的時候回到中文的時候有時候會忘記 然後有時候太多事情要講 然後腦子就會呈現有點打結的狀況 所以啊... 今天... 至少今天我就覺得我腦子有點打結 想講的東西太多 你知道... 然後... 我又是那種... 講話不打草稿的 然後講話不打草稿的狀況下就常常 會有... 呃... 很容易... 很容易... 呃... Side Track 就很容易Side Track 呵呵呵 講到這個話題然後啊對齁 這邊再多講一點、這邊再多講... 講一講說啊對齁 我的主題到底是什麼 啊我們再回來講一下 所以你們就會常常看到... 大家早看到... 呃... 版主我這個樣子 呵呵... 對啊 今天不算大放鬆 今天就是廢話多了點 嗯... 其實滿有感而發的啦 因為我覺得可能是這... 版主你們... 你沒有認識我的話 其實我是一個不太會看新聞的人 因為我不太... 我不喜歡... 大家都知道新聞其實大部分都是... 不... 不是很好的消息 所以我是一個沒事會... 不會去看新聞 沒事不會去逛新聞的人 臉書上的東西我偶爾會看一看 不過如果負面的新聞太多的話 我會自動跳過 有時候看到標題我就會自動跳過 連看都不太想看 所以我對時事就不是那麼的了解嘛 我對誰也不是了解 可是我生活中... 還... 雖然不看新聞 可是接觸到的... 嗯... 負面情緒不少 所謂負面情緒不少的原因是因為 除了本身自己生活上以外 盡可能的把所有的負面情緒都平朗化 可是客戶總是難免是因為... 生活中覺得有過不去的坎才會來找版主我嘛 你知道嗎 所以呢我就覺得說這幾個禮拜來 真的面對到... 蠻多... 蠻多生理識別的 我就是遇到蠻多生理識別的問題 當然除了感情之外 感情的時候... 我不想要每次總是很嚴肅的在討論感情的事情 我知道... 你知道有一點不ethical 你們哭得很難過 然後我這邊把它好像當玩笑在開 其實不是這樣子 我是希望你們可以以一個比較輕鬆的角度 去觀看你們... 哭得死去活來的情感 你知道嗎 因為版主我是個過來人 在當下... 很多事情在當下其實很難過 五年後、十年後其實就沒有那麼難過 五年後、十年後再回來看就說 啊!原來沒什麼你知道 那我希望你們可以以這樣的角度去看 那當然除此之外感情是一件事 其實會來找靈媒就三、四大要件 第一... 嗯... 金錢嘛... 金錢... 然後感情 然後再來就是健康 會找靈媒其實就這... 不外乎這三大要嘛 呵呵... 所以版主我除了感情之外 最常面對的什麼就是生理死別嘛 因為... 你要沒有生理死別 你說真的你也不需要來找個靈媒啊 所以靈媒要通的一般都是死去的人嘛 所以... 嗯... 遇到這樣的事件多不多?多 不要說你們版主我自己本身 也經歷過蠻多生理死別 所以我真的... 我是真的很能夠了解 這不是一個很簡單的路 不管說你們做怎樣的選擇 不管是遇到怎樣的東西 其實都不是一個簡單的路 在這個過程裡面你們應該會發現 其實功課做最大是你內心的掙扎 你內心在那邊說該不該做 要不要做 該怎麼做才是最... 這個本身... 這個本身就是一個功課 你知道我意思嗎 就像我拿最近的例子來跟你們講好了 最近的例子我一直在說的就是 我們家的狗生病 我們選擇尊重自然的方式 不去改變死亡的方式 是不是表示我們虐待它沒有 我們盡我們所能之力的 給它吃好吃的 帶它... 帶它出去玩 讓它每一天都過得很快樂 它是不是每天過來 它真的每一天都過得很快樂 呵呵你知道嗎 可是... 以這種心態去迎接死亡的到來 我覺得... 我說過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功課 那當然很多人不是像我們這樣子幸運 因為我有遇過那種完全不預期的死亡 讓我該怎麼辦對不對 我真的不斷的希望以我的視角 我說過我懂的東西都真的沒有很多 所以你們很多人問我說為什麼 有些話其實我是回答不出來的 因為我懂的東西真的沒有很多 宇宙這麼大我懂的東西百分之二 在進到白光之後我永遠像個小學生 我永遠覺得自己像個小學生 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我沒有辦法回答你們全部的問題 我也不知道他們為什麼 明明是對人們都最好的 就是假事件有人問我 明明對...明明就是那個痛苦太難承受 我沒有辦法承受 為什麼我不能選擇安詳的死 我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他們死後沒有辦法進入白光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只知道他們就是沒有辦法進入白光 所以我相信... 我相信例子不會... 因為你們知道我是相信獨立個體性的 因為獨立個體性的關係 所以我不相信同樣一個東西會套用在所有人身上 或許它有特例 只是剛好沒有被我遇到 因為我沒有神通廣道到每一個靈魂都遇得到 你知道嗎我只能就我手邊的案件 或者是客戶來找我 或者是我不小心在網路上看得到的案件 因此或者是我有興趣 第一還要我有興趣 然後我去深入研究 才有辦法去找到這些... 呃... 怎麼講... Patterning... 找到這些Patterning之後 再來跟大家分享嘛 對不對 所以... 我只能盡可能的以我的視角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知道一件事情 我從這一路走過來 這一路走過來其實真的是蠻辛苦的 我現在再回頭看 真的是蠻辛苦的 呵呵 沒...沒瘋真的是... 你知道 我到現在還沒有瘋 或者是搞不好我已經瘋了 只是我沒有發現我瘋了 你知道為什麼 其實我會是覺得我到現在沒有瘋 是一件神機 是一件奇蹟 所以... 我覺得走了這麼長一段路 然後今天... 很深刻的研究是 我覺得我們生活中會有很多的恐懼 我有...你也有 你知道我或許現在看起來 不像是我也很恐懼 可是我是一個... 很常活在恐懼中的人 你知道嗎 你們那些害怕、傷害、不敢去談戀愛的版主 我也有走過 你們那些怕高、不敢去爬山的 我也有 你知道嗎 那些... 怕...怕水、不敢下水游泳 我也有 其實... 生活中有很多恐懼 然後你的...你的家庭背景 因為不愛你 然後導致你不信任人家、不相信人家 哈...真的不想講 可是今天之所以可以這樣直播 跟大家分享的原因 是因為版主我都走過 走過這麼多路 我學到一個... Patterning 因為記得嗎 我是一個對Patterning特別有興趣的人 所謂的Patterning就是我發現 人因為無知而恐懼 無知而恐懼 因為我知道的不多 我知道的不夠多 所以我才會害怕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因為我... 就像我怕黑 我為什麼會怕黑 因為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黑暗會對我產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會怕魔 因為我不知道魔對我的實際... 實際影響有多少 為什麼會怕鬼 因為電視上都把鬼演得很恐怖啊 你知道嗎 為什麼會感情受傷 那是因為我們真的相信 我們的心臟會因此而碎掉 你知道嗎 為什麼我會怕高 因為我真的害怕我走到那邊我就會死掉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呵... 呵... 在這麼久以來我真的發現一件事情 人真的會因... 人因為... 不知道 知道的不夠多 所以才會害怕 因為認清了這一點 所以我... 你們會發現我真的是盡我可能 因為... 你知道 我不是三頭六輩 我就一個人 我... 還是一個媽媽 嗨... 還是一個老婆 我就是一個人 我是一個有七情六欲的人 在這麼多年的靈學旅程下來 十幾年 我真的很努力的想要把我知道的給大家 就像你們會...你們會發現 我不斷的在講鬼 我不斷的在講鬼 當你們真正... 真正切切實實的了解鬼的存在之後 你們會發現其實它並沒有那麼可怕 你跟我意思嗎 當你們真真切切的了解 其實很多實相都是在你腦子中創造出來的時候 然後我就可以改變 如果我的實相是我來創造的話 那我就來改變它啊 我就來改變它 我在怕什麼 你知道意思嗎 你會發現當你了解東西越來越多的時候 你的恐懼就會越來越少 所以我覺得在面對恐懼的最好方法 其實就是多多去了解它 你越害怕的東西就越去了解它 你就會發現它其實並沒有那麼可怕 就像很多人在那邊說 他們覺得同性戀是邪惡的 你知道嗎 他們會覺得很厭恨它、排斥它 可是為什麼 當你真的深入去了解它們之後 你會發現它跟... 它跟你我一樣是七情六欲的人 沒有什麼東西好怕的啊 你會發現它愛情只是一種選擇 今天又不是我要跟你談戀愛 你要跟誰談戀愛是你家的事情 我怕你幹嘛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所以anyway只是... 稍稍我今天真的是講太多話 然後稍微有感而發 然後稍微很多...內心有很多的... 我每天其實內心都有很多的話 想要跟大家分享 呵呵哈哈 可是挑出時間來是一回事 可是每天... 因為我是一個腦子轉很快的人 我是一個腦子什麼東西都可以轉 可能今天跟小朋友在對話的當下 我會想說啊我可以做這個題材 可是過了一秒鐘之後 Something又... Something happened 什麼事情又發生 然後我又...我又忘記了 呵呵呵 然後隔天要做直播的時候 只覺得好多事情... 只覺得好多事情 可是忘記是什麼事情 你知道嗎 我也有這樣子... 我也有這樣子的體驗過、經驗過 所以...anyway嗯... 所以今天上來跟大家稍稍的... 聊聊天啦、稍稍聊聊天、說說話 很多人生命中 我知道你們生命中有一些人 正在經歷過蠻痛苦的事情 你知道我不是...我不是要刻意探索你們的隱私 因為你們來找我嘛 呵呵呵 呵呵 你們來找我都沒有辦法嘛 所以...你知道我會不小心看到 那我今天要說的是生命中 其實有很多很多... 不是順遂的事情 你知道啊 生活不是老是照著我們想要的方式在走嗎 不是有那麼多順遂的事情 記得我說過嗎 我說靈性是一條很...很孤單的路、很辛苦的路 那我只是希望大家 很多時候在覺得很無助、很無助 很難過、很難過、很難過的時候 真的、真的、真的不要覺得這世界上只有你一個人 真的、真的 呵呵 應該只是因為你不敢講、你不敢說出去而已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forum 我創這個forum它就印證了一件事情 其實很多人都是... 願意毫無條件的幫助你的 然後... 只是一個管道讓大家有空 你知道不一定要找我 因為... 我該怎麼講 有時候我真的很想幫你 可是我沒有幫你 我沒有辦法幫忙你 你懂我意思嗎 因為回到我之前所說的 會找靈媒的都是會遇到生理識別的人 大部分都是遇到生理識別的人 今天... 這一個人失去了親人 這一個人失去了兒子 這一個人的老公不小心車禍出去買個... 替他買個菜然後被車撞了 呵... 我沒有辦法去衡量誰的痛苦比較痛苦 因為我相信他是同樣的痛苦 你知道嗎 所以可是我能夠分享的就是 我知道這不是一條簡單的路 那讓我來告訴你們我所知道的部分 希望可以因此而減輕你的痛苦 你知道 我沒有辦法一個人、一個人、一個人、一個人回答 因為我知道你們在很難過的時候 你們真的... 有點像在大海中找到一顆浮木 我不自覺就變成那顆浮木 你知道嗎 所以你們會很緊緊的、緊緊的、緊緊的抓著我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稍微分享的是 我雖然沒有回答你的話 我雖然沒有回答你的問題 可是並不表示我拋棄了你 我這樣講你懂嗎 我並沒有拋棄你 只是... 或許這些問題是我以前就講過了 或許這些問題是在我以前的部落格裡面 因為我真的做真的做了很多的技術 你知道嗎 要是聽不夠你還可以中英文兩邊聽 我真的做了很多的技術 它真的可以回答你很多的問題 所以我希望不要因為別人的回應 不是你所需要的 就覺得這個世界拋棄了你 我覺得這是我比較想要講的重點 有些時候 你知道每一個人生活中都有生活中的事情 我今天幫助了你 那剩下了 那五封十封 同樣也是使了家人的來 來問我事情我該怎麼辦 我該如何衡量誰的痛苦比較痛苦 你知道誰的難過比較難過 所以anyway 只是稍微跟大家 哈哈哈哈 做個心情分享啦 心情分享然後 唉 我真的希望大家可以看清 我們其實是活在一個 彼此願意互助的世界裡面 真的我覺得 我說過在外界有很多批判的聲音說 網路多不好幹嘛幹嘛 可是我相信我們可以做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你知道 我相信我們可以 做一點點改善嘛 對啊 給大家 哈 給大家 參考 參考看看啦 那我的部分我覺得我會盡可能的分享 嗯 我所知道的 你知道 可是 你們真的必須了解 呵呵呵 嗯 我知道的東西也不多 我 我其實有時候真的希望自己多知道一點 就是 知道再多一點 可是我覺得 一天就24小時嘛 我就算不睡覺 然後不想去鑽研 再鑽研 我還是知道這麼多 你知道 不過 這個時候啊 就是那種 你莫名其妙會覺得自己很渺小的時候 莫名其妙會覺得自己為什麼 不再多去鑽研一點 即使 我鑽研的東西真的比一般人還要來得多了 呵呵 不過在這邊真的我覺得 很多時候我會覺得 我今天好像不管做了多少集數都沒有辦法 把所有我知道的東西挖出來 你知道嗎 所以會發現很多時候你們問題問了再問 同樣問題再問 再問再問 我會努力的 或想辦法的 可以 不一樣的角度 或不一樣的 方式 希望可以講到你們懂 我希望可以講到你們懂 可是我今天 今天比較讓我 哈 也不知道自己在情緒化什麼東西 哈哈 我今天真的想要講的是 我只能盡 盡自己可能的 把我知道的世界跟大家分享 嗯 我沒有辦法每一個人都會 我真的沒有辦法每一個人都會 因為 那會對我的實際生活上造成很大的壓力 你懂嗎 因為那我就像是 我的父母或許可以 救一個人 可是我絕對沒有辦法救 每一個 漂流的人 可是 我 我相信 我到目前以來的 我的資訊 真的 足夠 足夠讓你們 不用沉到海裡面去 你知道嗎 真的足夠讓你們不用沉到海裡面去 而且 如果不只是我 你們可以看到 你們的身旁其實還有很多的人 或者是你們甚至不認識的人 其實都蠻 願意敞蓋心胸幫助你們的 所以 Anyway我真正想要說的是 我們人生難免都會經歷過 很孤單無緣的時候 不管這個情況究竟是為了什麼 他可能是為了面對疾病 面對死亡 面對感情的分離 面對什麼東西 我希望 在大家我們學了這麼多了之後 大家可以運用一點點 至少運用一點點我跟大家所分享的 你知道 想辦法用自己的能量 想辦法用自己的意思去改變 去改變 去改變 那樣子的 過程 你知道 我過程可以選擇很痛苦 或者我過程可以選擇 活得自在一點 你知道嗎 昨天在跟 昨天在跟我老公講話的時候 其實 有跟蹤我部落格很久的人都知道 我要難過 依照我的背景 我的環境 我的過程 我如果今天要選擇一個很 成為一個很悲傷的人 我比你們任何人都還有資格 你知道嗎 所以我有時候會 不斷的 精神好的時候 會不斷的跟你們講說 我今天都走出來了 你們一定也可以 同樣的 很多人不能理解為什麼 什麼事情 為什麼不好的事情 會發生在我們身上 為什麼這些事情會發生在我們身上 人生不是都是只有好的 人生有很多不好的東西 今天就像是 幾年前我發現我家的兒子得了癌症一樣 我們拒絕 我們拒絕讓癌症來掌控我們的生命 我們決定 如果 我們知道這麼多 我們就要實際的想辦法的去改變它 你知道我們花了很多的時間 我們花了很多的時間 去改變自己的心態 改變我家小孩子的心態 你知道嗎 花了幾乎將近三年的時間 才開始慢慢的 從他的心態轉換上看到改變 當看到改變的時候 其實我相信那種感覺 就像是很多科學家一樣 科學家埋頭骨幹的在研究報告 然後突然看到一個breakthrough一樣 他們就會很興奮 對我來說就是這樣子 我不希望我的靈學旅程只是空談 只是坐在這邊 只是想像 而是人們沒有辦法實際運用在生活上面的 所以我會 每一個跟你們討論的論點 每一個討論的話題 幾乎都是我親身經歷過的 親身走過的 路好不好走 不好守 我就說全天下 像我這麼笨的靈媒應該沒有幾個 你知道 什麼事都要自己去走出來的 應該也沒有幾個 可是結果值不值得 我一直想說 即使再從頭來一次 我還是會走同樣的路 因為我就是這樣子個性的人 他很值得因為他是真實的 你知道嗎 不過anyway 今天沒有預計要上來跟大家 抒發啦 沒有想要上來跟大家抒發成這個樣子 只是這一陣子可能因為客戶蠻多 我真的這一陣子還蠻忙的 客戶蠻多的關係 然後有些時候聽到一些 真的是蠻難過的 蠻難過的新聞 然後也接觸到蠻多不少的生理識別 那我自己本身也經歷過 所以我知道那種東西不是 我今天說沒事明天就沒事了 特別是在面對死亡的時候 特別是在面對疾病的時候 你可能今天說不行 我今天一定要很正向的思考 我明天就突然很想要打哭 你知道 明天就突然很想要當廢人的 全部這樣暴飲暴死 就是當個廢人 你知道嗎 然後隔天我可能有好了一點 或者是我可能連續廢個三天 然後再好個一天 然後再廢個兩天 再好個一天 我覺得 學習跟你的哀傷相處 我的哀傷 我的難過 我今天真的很難過 那我就在這邊就哭吧 我就廢了吧 我今天就當個廢人吧 可是不要允許自己一直這樣廢下去 你知道嗎 我覺得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 你們很多人因為親人走了很難過 我希望你們在我跟你們分享這麼多之後 可以換另外一個角度去思考 如果今天走的人是你呢 如果今天走的人是你呢 你真的希望你的家人為了你這樣每天在哭嗎 你真的希望這事 你真的希望他們這麼做嗎 你知道嗎 你是否會希望他們可以過得好一點 今天很多人來問我說 這些人的功課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他們有功課 為什麼他們要這麼早走 今天我說過很多次 我這個在直播說 一而再再而三說了很多次 功課不在他們身上 功課在活著人身上 今天為什麼他們早走 問你自己 有什麼東西是你放不下 在這個接觸的過程當中 在這個面對死亡的當下 為什麼我放不下 今天我或許一個兒子走了 一個女兒走了 我在那邊難過 天天都在哭、天天都在哭、天天在哭 那請問活著的那個人呢 活著的那個兄弟姐妹就不是人了嗎 就不是人了嗎 這個本身就是一個功課 你知道我意思嗎 它不是一個很簡單的功課 我從來沒有說過它是一個很簡單的功課 可是它因為你的靈魂很堅強 因為你的靈魂很偉大 所以你才有辦法選這樣子的功課 你知道為什麼啊 所以 Anyway 我們都是一群來進化的靈魂 我們都是不斷的在想辦法 可以讓自己的靈魂 進入到下一個階段的 生命 那只是讓我再說一次 這段旅程不簡單、不容易 你知道 可能會需要你掉上很多眼淚 可能也會讓你幹掉很多次 沒有關係 當你覺得無助的時候 我真的真的希望你們 花一點時間逛逛部落格 花一點時間去討論版 跟大家稍微討論一下 你真的不是孤單的 不要因為版主我 沒有回覆你的話 你知道 就覺得不要活了 算了 你知道版主我是誰啊 我連你本名都不能死欸 我連你是誰都不能死 幹嘛因為一個陌生人 不回覆你 就做出這麼極端的 這麼極端的決定 你知道我意思嗎 啊 給大家做的參考啦 是 本來只是上來跟大家講屁話 沒想到 哈 真的 以後閒聊都要先衡量一下自己的情緒 哈哈 好啦我不講了 我要接送我 忙碌的版主 要去送我們家小朋友去練球了 啊哈哈 有時間再來跟大家聊天啦 先這樣子 掰掰 今天又是一集廢話 掰掰